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看都是一只萌萌大的小吃货 小操鼠的制作呢全部都是用短针完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它在勾制过程中呢 要一直注意加减针数和换色 具体的操作我会在视频中进行演示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从它的肚子开始制作 首先呢环形起针 一共需要勾制六个短针 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短针的勾法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勾制 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继续勾制五个短针 好啦这个就是六个短针勾完后的样子 然后我们把线圈拉紧 拉紧之后呢我们接着勾制引拔针 找到第一针的针目 在这里勾制一针引拔针 好了我们的这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第二到五圈的勾制 每一圈都需要加六针 也就是说第二圈十二针 第三圈十八针 第四圈二十四针 第五圈三十针 我们继续勾下去吧 第五圈完成了 接下来第六圈不加不减针的勾一圈 第六圈勾完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啦 像不像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帽子 然后第七圈呢需要加四针 一共就是三十四针 我们呢先勾七个短针 七个短针就勾完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短针加针的勾法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再勾制一个 这就是一个短针加针的勾法 我们把剩下的勾完吧 第七圈我们也勾完了 第八圈也是勾制三十四针 从这里就要开始换线了 我们先勾制十二个短针 在第十三针的时候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换色的勾法 十二针完成啦 我们现在呢开始换线 先拿出一根白色的线 勾针插入下一个针目里面 要记得把后面的线带进去哦 然后勾制短针 我们继续勾制一针 两针换色就完成啦 接下来呢会一直换线 就不给大家做详细的演示了 大家可以观看我下一期发布的文章 里面有详细的图解 现在呢我们已经勾到第二十二针了 从这里开始我们需要勾制简针 我们呢先塞入填充棉 已经塞满啦 我们把剩下的勾完吧 好的 它胖过后的身体就勾完啦 下面我们来勾它的耳朵和四肢 全都是环形起针 勾起来特别简单哦 别忘了它还有一颗小坚果 用到的是褐色的线 用环形起针完成 好啦 可爱的小坚果也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的拧部件都组合起来吧 在组合之前呢 我们先用缝合针 把它身体的底部收紧 一针一针的缝合 最后拉紧 现在开始组合吧 然后我看到你的面 然后你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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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可爱的小仓鼠就全部剧就完成了 更搭配上钥匙扣就能挂在包包上 也可以直接当做一个小摆件放在家里 还可以站起来哦 喜欢的话就动手制作一个吧 详细的图解教程可以观看我下一期发布的文章哦 如果你喜欢小咪的视频 可以在下方留言和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